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配合营运数字化的战略 该公司将拨出1亿7千万令吉作为资本开销 随着网络容量的增强 新站点部署和三居淘汰计划逐步走上正轨 相信资本开销将会保持稳定 此外 数码网络和天地通、肖控的合并 预料将在明年第二季完成 相信将会更巩固经济规模和财务能力 航架将2022和2023财政年的营收预测提高2.1% 同时上修目标价值4令吉43先 维持综合评级 加工具此称翻译 同时上修目标价值4令吉43先 维持综合评级 同时上修目标价值4令吉43先 请如何 들어가一下 出口 由 poll 提状 来 愎